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醒来时 它早已消失无踪 2017年1月4日 松下发布的M43旗显无反相机 Gi75 至今过去已经7年多的时间了 不知道多少人能和我一样 当时使用这台机器时 还是青春年少的模样 那时会被它的画质所惊艳 被它的价格所吸引 就是喜欢折腾 其实它的自动对焦几乎不可用 其实它是M43的小传感器 我还是会为它的画质 你押同行的参数 以及它的诚意所买单 它把能给你的都给了你 当然它也有一些缺陷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这台机器五年的感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来看看它的优点 这是一台纯粹的视频机 即使发布于2017年 放到现在也非常的抗打 比如说它机身的五轴防抖 依然好过于现在大部分的机型 1080P可实现1280帧的升格 就算在这么高的升格下 也好于同时期5D4的1080P30帧 也好于同时期索尼的1080P120帧 比起它还支持DCI 4K 4K 400兆马牛 10bit 422的记录规格 仍然能满足现在大部分的项目制作需求 8bit模式下最高能拍摄4K 60帧 但是拍60帧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这个我们等会儿再细讲 其实这台机器最大的特性 就是它有着非常高的锐度 尤其是拍摄大全景 或者是高频细节比较多的画面时 这种观感还是非常舒适的 它并不像后期加锐化或者是苹果手机算法那种锐化 会显得画面特别的粗糙 它的解析力就是这么高 清晰的就像画艺术屏幕的那种感觉 像这种光比比较大的场景 周眼观感的清晰度会更加的强烈 这是很多全画幅围带都无法比喻的 就算是索尼HM4 7K超彩 也达不到这样的细腻程度 尤其是拍摄这种舞台内演出内的视频 会更加的能够发挥它的优势 更新固件以后还可以拍摄4比3画幅 4992×3744分辨率的视频 和阿莱电影机片门全开的效果一样 能够充分的利用这块传感器的像素 来获取更大尺寸的画面 使用边形快荧幕镜头 甚至能把画面上边换到8K 可以看得出来松下是压榨出了这台机器的全部性能 当然它也有不少的缺点 首先就是传感器 M4 3相对于全画幅来说实在是小的太多了 没有全画幅那么好的高感 也没有全画幅那么浅的挤身 不过这一点也不用担心 M4 3安装大光线镜头一样能获得很浅的挤身 其实它还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传感器比较小 没有全画幅那么大的果冻效益 第二点就是它不挑镜头 几乎所有的镜头都能覆盖M4 3这块传感器的像场 镜头也相对便宜 如果预算充足 一些国产的电影镜头也可以选择 或者是更为便宜的定焦 200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非常不错的镜头了 甚至可以转接B4高清广播镜头 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 最重要的一个缺陷就是这条被阉割过的Vlog L曲线 它只有12档的动态范围 更为致命的是拍摄4K60帧时 因为只有8比特色深 会出现色块 基本上后细无法解决 拍摄人物时皮肤上这种色块会更加的明显 就算磨皮之后也没有改善 所以一定要谨慎使用 这也是热台机器最大最大的缺陷 如果你想使用这个Vlog曲线 只能拍摄10比特色230帧 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这个格式下色彩还是非常可调的 大动也不会出现色彩结块的情况 如果非要拍摄4K60帧 那就拍摄普通的709 不要使用Vlog 709直出的色彩也是非常不错的 色彩质量宽量度也还可以 虽然没有佳能直出那么讨喜 至少也比索尼直出好上不少 最后一点那就是极为先进的反差对焦了 基本上只能靠手搓 或者是靠双腿的移动来追焦 上507的话基本上无法使用 这也许就是很多人放弃这台优秀机器 最主要的原因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谢谢大家